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日的井仔點看 今日香港沒有太多時政的新聞 只不過在娛樂圈上出現了隔空對罵的新聞 今次事件的主角就是馮瑞凡和王晶 馮瑞凡作為一個在中國廣東省出身的人 但早早已經去了台灣 亦直言自己是一個反共人士 馮瑞凡在他近日出席電影場合時 再次提及 說自己很後悔很後悔 跟王晶拍了這麼多低俗喜劇 更加就是在一個公開場合 大罵王晶害了很多人 這已經是幾天前的新聞 王晶亦很罕有地進行了回覆 因為以往社會上都有不同的人 無論是否電影圈的人 都會對王晶有些質疑 特別是關於一些他以前拍攝過的低俗喜劇 通常王晶都會用一個視而不見 或者叫做 由高位望下去的蔑視態度去回應這些說話 例如說 究竟你有沒有我賺錢這麼多 你在電影界的行頭有沒有我這麼大 我拍出來的電影套套都好笑得 你又有沒有什麼代表作 即是就會是覺得 你成就沒有我高 你什麼都沒有我這麼厲害的時候 麻煩不要對我評論 這一個就是王晶以往對於其他人質疑 或者評論的時候他有的態度 但今次比較罕有地見到王晶帶有憤怒 甚至乎是用人身攻擊的方式去回應馮瑞凡 待會跟大家看看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 另外也會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王晶的電影 王晶沒錯他絕對是愛中國的 但不是說他愛中國 所以他拍的電影 我都會照單傳收 我都會說 哎呀好好看 因為他愛國所以我播了十幾二十次 對於我來說 王晶的喜劇電影 在不同年齡的時候 看上去那個意味也不一樣 即是那個看法也不一樣 以及關於八十年代香港人的口味 然後現在香港人的娛樂口味 都會藉此去和大家聊一聊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 訂閱讚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十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還有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 台灣的恐怖電影 叫做蝴蝶大廈 在二十一號 在新筆市舉行開鏡儀式 電影由導演 前仁豪去執導 主角有一些台灣藝人 另外 亦有資深演員 馮瑞凡 馮瑞凡早年 因為飾演了 不少香港喜劇電影 而勝名 包括 紅金寶執導的奇謀妙計五福星系列 還有黃禎執導的徵裝追女仔 最佳選友 搞笑的形象深入民心 我都幾肯定相信 應該個個都聽過這些電影 看都應該個個都看過 不過參賽就是說 我看過八次 我看過十次而已 好了 接著 馮瑞凡就在蝴蝶大廈的開鏡禮上 接受台灣媒體訪問的時候 直指在香港就拍攝過不少的鬧劇 更加就說 這些是他一輩子的恥辱 亦都大鬧昔日合作次數不少的黃禎 更加就說 黃禎這一個 即是他用粗口去說 他就說 害了好多人 甚至還說 黃禎拍的戲就拍得太離譜 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香港的觀眾會這麼喜歡看 雖然馮瑞凡 但未有明確去指出黃禎所涉及的實質行為 但是就不像自己是演過這一堆電影 去叫這些戲叫做爛戲 完全是這一世人不想再翻轉頭去看這些戲 更加就是誓言就是說 就算將來片酬再多也好 都不會去演這些鬧劇 至於馮瑞凡他個人的未來演藝之路 他仍然是有少少期待 就覺得自己直至到現在都還未成功 希望將來有一部電影自己是可以行大反派的角色 最好在人生完結即是叫做走之前就演到一部 馮瑞凡就長年在台灣生活 他表示台灣人看過他昔日演出的香港電影 就算是鄰居都能夠從這些電影作品當中認出他 馮瑞凡也指台灣網友對他的螢幕印象極度之深 馮瑞凡就在80年代活躍在香港影壇 但是就叫做賺完錢就在台灣定居 雖然近年都有接拍五個小孩的校長 亦都是屬於少數我叫做有買票入場的電影 所以都有少少印象深刻 但是由於他都上了年紀 所以都已經是減產了不少 另外因為疫情 馮瑞凡也叫做休息了五年 疫情期間他都有來香港 但是很多電影邀請他自己都是推卻了 我亦都特意找了少少維基百科的資料 原來在2007年7月的時候 馮瑞凡接受《蘋果日報》訪問的時候就說 自己是為了五斗米才去接那些自己從來都不喜歡的笑片 至於為什麼在1980年代會被人發掘成為笑象呢 他自己都覺得不明所異 雖則電影就很好笑 為很多人帶來歡樂 但是他就坦然沒有一部是他自己喜歡的 其實有時候人生就是這樣 不是真的那麼多人那麼幸運 是說他可以找到一個他喜歡做 他擅長做 而且有機會給他發展的行業 然後他發光發熱之後 是獲得非一般的成就 有很多人是說 為什麼他會做這一行賺錢 可能就是因為這一行賺錢多 而剛好他因為機遇 或者基於自己的才華 歪打正著 反而是一個他不太喜歡 或者沒什麼感覺的領域上面 是大放異彩都未頂 馮瑞凡就很明顯是這一類 他本身絕對是一個演員 很喜歡拍戲的人 但是拍戲都有分很多種 究竟是文藝別顯 愛情片 動作電影 那些 分了很多種 他就不想拍低俗喜劇 但是奈何了 1980年代為了錢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的時候 反而令到他大紅大紫 有很多人是一心想拍喜劇 可能學生時代已經不斷去看那些 查理卓別玲他怎樣演的 怎樣可以在無聲時代都可以表現到密劇 怎樣可以成為搞笑始祖 接著看周星馳看過不知多少萬次 又看那些什麼 黃子華動篤笑 接著Klickrack 亂七八糟 什麼國民輝 什麼軟硬兄弟那些亂七八糟 可能嘗試了二十多年都沒辦法成為一個笑象 但是一個不喜歡笑片的人 反而就能夠成為到笑象 即有時人生的事是很奇怪 即是好像這樣說 一個狀元他就是因為成績好 所以受到社會的推動 成為了醫生 可能他本身的興趣不是真的行醫救人的 可能他的興趣是電子工程 電腦打曲 又或者是單純的數學研究 再不是的 是喜歡研究天體 甚至乎研究歷史都不頂 但是奈何 有時社會覺得 你有這個才能 你就應該要做這件事 不是有太多人有勇氣 可以去對抗這個社會的期望 以及1980年代 香港社會 每個人都比較喜歡這些低俗喜劇 如果你堅持自己的路 你不拍喜劇的話 第一你會餓死 第二就是 就算可能有其他電影 例如愛情電影 文藝電影 那些 給你去拍的 但如果當時社會不喜歡 令到你票房收得不好的話 被人標籤成為票房毒藥的話 你將來條路都很難去走下去 有時有些電影很有趣 就是剛剛上映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罵他 拍甚麼 是不是傻的 可能隔了三四十年之後 電影拿回來 才上神台 大有人在 但是 電影三四十年之後 上了神台 但當時自己也過了三四十年 難道當時不用賺錢嗎 所以給我的感覺 我會覺得 當然你說你不喜歡喜劇 你覺得你拍喜劇 假裝傻子 你不開心 但是 其實他都應該要知道感恩 不是叫他出來 每次都說 哎呀好感謝王晶當年之恩 但是 你這樣公然去笑回自己以前的作品 因為如果這套作品是你自己一手一腳做 沒問題 但大家要知道 一套戲是說 其他男女主角 投資方 導演 電影和片劇是一群人的心血 有時候 你因為一個人的個人喜好 而去批評你過往 那麼多人一起參與的電影 其實是 除了對王晶不尊重之外 對於其他有份參與的演員來說 都是一種不尊重的 即是有時候 有些事情你不喜歡 都不代表你可以 經常直接用把口說出來 即是大家成年人 我呢 對這個社會 我都有很多不滿的看法 在我最初拍片的時候 我都經常有拿出來說 但是 即是自從有些觀眾提醒完我之後 我在這一方面都收斂了 因為都知道 有時候說話 就算是我一個人做完整個節目 我一個人說話都好 可能我的說話都會影響到其他人 所以說話 有時候真的要想清楚 還有 馮瑞凡很老實 他根本就是靠這些 他看不起的低俗喜劇 是成就了他自己 第一 是令到他的片酬豪上升之餘 亦都是令到他 有本錢可以選戲去拍 令到他有本錢可以移居去台灣 成為一個有名的藝人去拍其他戲 即是如果他當初沒有拍這些電影 又或者這些電影不收得的話 他可能去到現在還是一個半紅不黑的演員 但我覺得沒有那些感恩的心 就真的覺得一般 而且他也是拍喜劇 你又不是在拍什麼三級電影 你說好像那個第一滴血那個男主角 忘了他叫什麼名字 他當初又是拍三級片出身 別人都未覺得什麼 你拍一下喜劇 又不是叫你做一些很屈辱的動作 有些什麼好尷尬呢 是吧 不過可能有些東西在片場那裡 拍過做過 但最後沒有播出街我們不知道 好了 跟著跟大家看看王晶怎樣說 王晶在3月22日 即是昨天發微博 貼出了當年的劇照 直指馮瑞凡有被害妄想證 跟著他就說 中國台灣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有很多香港人去了之後 就水土不服頭腦混亂 正正常常的一個人都會漸漸變傻胡言亂語 之前就有一個姓蕭的 自以為是燈神 即是蕭若元 然後就再有一個姓道的 自以為是食神 即是杜汶澤 為何說他是食神呢 因為杜汶澤就賣很多食物類的商品 甚至乎是推銷回來香港 特別有一隻叫肥仔麵 還是熱乾麵 還是不知道怎樣 接著王晶繼續說 今天跑出來一個姓馮 患上了被害妄想證 自以為自己很厲害 更加叫蝴蝶大廈的導演 前仁豪不要再用病人做演員 說前導演大發慈悲讓他接受治療 用病人做演員省不了多少錢 甚至乎是犯法 那王晶基本上就是 放下所有面子道德 就和你玩人身攻擊 基本上都是這樣 因為大家對王晶的印象 其實都是這樣的 你都不會期望 就是說 王晶會有些什麼 巧言妙語 跟著一句句子 就已經可以串到別人 回不了頭 基本上都是沒有的 不過我撇除政治立場去看 其實我會覺得 80年代的王晶真的錯不完 特別是說 開始接觸社會 開始賺食的時候 很多時候真的人浮於事 例如王晶他拍戲的選材 有時候 每個人都很想 去展示自己的才華 展示自己的才能 什麼鏡頭語言 什麼電影鋪排 明線暗線 隱喻比喻 那些 觀眾看不看得明白 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特別是說1980年代 普遍人接受教育的程度不高 而且人能夠去當時獲取知識的方法 亦都很貴乏和很艱辛 例如說 一隻英文字你想去認識的話 你要查字典 你要到處去問人 但現在我們是能夠舉一反三 我們是能夠不求人 我們是能夠不需要做其他事情 而且很多知識已經湧到我們面前 就算我們是一個再懶再蠢的人 在這種資訊以緣目染的狀況下 就算是我們現在學術最差的人 可能擺在80年代 都會變成一個學術不錯的人 由於教育程度不高 所以審美的能力也不高 對於當時人均審美能力不高 那有什麼辦法呢 你拍電影最重要就是多人看 因為多人看就多人買票 多人買票就代表收入越多 收入越多這個才是投資者最想要的結果 因為其實對於投資者來說 其實他不是想知道 究竟你的電影有多深入有多好看 最重要就是 只要你有能力令到全香港的人都進來看的話 我告訴你拍 只是拍著半白色牆 最重要就是錢 好像以前的香港那樣 無論你有讀書也好 沒有讀書也好 基本上對著屎尿龍潭大家都會笑 再不是的就裝瘋賣傻 然後黃晶又懂得 在裡面選擇美女 然後又展示一下不知道什麼 給大家看看 號稱就是精女郎 對於這些美女 一些毛尼拉姦的笑碟 無論你有沒有學識 你最重要都是會笑 這件事有時候就好像吃東西一樣 如說 井仔去買一隻雞 是50元一隻 但是去到一些高檔的餐廳 你不要說買了整隻雞 你只吃雞扒 都可能要幾百元才有一塊給你吃 當中是為什麼呢 對於我這些粗人來說 就是 這麼大隻雞有肉吃就可以了 我不會理會你這隻雞 究竟打了多少激素 這隻雞是多少日大 這隻雞是吃了多少的飼料來長大來吃 就算粗一點不要緊 我自己點豉油來吃 就放進口裡吃 但是對於一些對美食有追求的人來說 可能食物的本身怎樣處理 這隻雞是冰鮮還是新鮮 草了多久 廚師用什麼烹調手法去處理 用什麼調味料 樣樣都講究 所以就會有價錢之間的分別 拍喜劇也是說 你不需要太多特效 你可能就這樣 一個蛋糕拍到人快面 已經搞定了 但是你想想 好像成龍那些電影片 又飛車 又跳降落傘 又跳樓 又跳樓 即是當中他們要用多少錢 去堆疊這些視覺效果 還有你喜劇 可能講一兩個色色笑話 甚至乎連成本都沒有 連場景都可能隨便放鬆 都可以獲取同樣票房 那你就想想 用低成本能夠獲取高票房 既然大家都喜歡 他們就繼續順著這條路去拍戲 你猜王晶拍了這麼多年 他不會拍一些正經有內涵的電影嗎 但有時候很可惜 他後面的資金投資方 不願意給他冒險 因為當你拍一些 即是叫做蝕了錢的電影 第一你會對自己口碑有影響 然後打後幾條片 其他人都未必再願意去看你 然後這麼幸運 大家找到低俗喜劇這條財路之後 就不願意放手 即是成本低 然後收益高 又不需要用這麼多時間 所以為甚麼 youtube直至到現在 仍是有人在說蔡天鳳事件 甚至乎 抄了別人的蔡天鳳資料 甚至乎現在 就罵出連蔡天鳳影片 都說甚麼偷片 偷相片的風波 其實就 youtube的蔡天鳳事件風波 其實就是為甚麼 1980年代香港這麼多人拍喜劇一樣 不過就是看看 究竟喜劇什麼時候拍到爛 蔡天鳳這個話題 那些人吃人血饅頭 要吃到何時才收手 馮瑞凡剛才也說過 她說對當時的香港觀眾失望 其實 現在的我 我是理解到為甚麼她會說失望 例如說 為甚麼會對一些 比較沒有營養的東西 那麼受興趣 可能自己用了很多時間 去鋪排的電影就沒有人看 人家說屎尿龍潭嘻嘻哈哈 請個美女賣腳賣肉之後 就這麼多人看 其實這種沮喪我絕對明白 即是好像 有時見到 為甚麼猴子的影片這麼多人看 一樣 有時我都是對部分香港人失望 所以為甚麼我強調 19年的時候 有200萬隻蠢人上街 但直至到現在 香港最少有40萬個蠢人一樣 然後再說一下我對黃晶電影的自己意見 其實《精裝追女仔》 這部電影是我在小學的時候 特意約了另一個小學同學 上來我家一起看 還要很記得 三個星期 每一個星期上來一天 接著是《精裝追女仔1》 《精裝追女仔2》 《精裝追女仔3》 那時候 是帶了碟上來我家去播放 所以對我來說 我是很有印象的 但其實去到中學的時候 對於這一類型的電影 就已經沒甚麼感覺了 笑都笑不出 老實說你叫我去看 其實是等於浪費時間的 即是你問我 如果同樣都是廣產片的話 假設我現在有時間 重慶森林《煙之扣》 還是《精裝追女仔》 我一定會回答你 我會看《煙之扣》 不過這裡就不是說 選擇看《煙之扣》 有品味 這個人有學識 有深度 就不是垃圾 其實這件事沒有分對於錯 即是究竟 一個人選擇看《煙之扣》 還是選擇看《精裝追女仔》 都首先要看看 你今次選擇看電影的目的是甚麼 究竟你是為了輕鬆消磨時間 還是為了用時間去欣賞一套電影 真是兩個體會 我平時都經常跟朋友說 我沒有時間看電影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不是呀 很多時間看電影 我經常看電影 我經常看電影 之後就發現 原來我朋友說的 看電影 第一 他們為了快 所以會教兩倍速去看劇集 看電影 之後還要一邊看 一邊玩手機 然後玩手機 覆人訊息 偶爾打機 上網 別人播放後 他就覺得自己看了 然後問他 之前的情節 說了甚麼 全部答不出 有時候 你沒得說 究竟一個人真的看電影 還是為了播放一個有聲的場子 真是兩回事 我自己比較喜歡 想專心看電影 即是連手機都不用 誰找我都不聽 但是香港八九十年代 其實真的未必有這麼多審美能力 接著拿回《煙之扣》這套電影 出來和大家說 《煙之扣》是成龍做導演 總之成龍是最大的那個 但大家想想 成龍 為何《煙之扣》不會說 捉鬼捉了梅艷芳 然後在電車跳來跳去捉鬼 其實 看回當年的幕後花絲 不知道花邊消息是說過的 其實成龍當時想在煙之扣上 去增加一些武打動作 因為他說 很悶 看不明白說甚麼 不過是遭到另一個人反對 甚至乎是在瞞著成龍的狀況之下 直接拿一套電影去做評審 不過幸好 最後就歪打正著 在沒有加任何跳樓 又不知甚麼元素 動作元素之後 都能夠斬獲了這麼多大獎 其實當時成龍為何會這樣想 就是覺得 搞錯呀 90年代你播這種電影 哪個色彩 觀眾就是想看你跳來跳去 就是想看梅艷芳到處跑來跑去去 不是走去跟你演一個妻美愛情故事 這些事情就真的沒辦法 歪打正著 很多時候都真的由觀眾的口味 決定究竟人們會去做甚麼 就像我這樣 當然我知道 我影片的收看多與少 就不單止是說觀眾口味問題 有時候是演算法 有時候為了迎合演算法 所以大家都留意到 國際新聞我講少了 通常都是跟趙教授一起 我才講 因為如果我正常又去講國際時事的話 我條片肯定沒有人看 但相反 關鎚耀的影片 現在看回五萬六千人看 關鎚耀的影片 我的確是賺多了四五個水 你問我 其實那條影片裡面的內容絕對不出色 我亦都說得不太好 但有時候就是沒辦法 好像說明星八卦 可能牽涉犯罪那些 大家都有興趣 但有時候說正經事 人生道理那些 不是各位觀眾不喜歡聽 但youtube不推薦給各位聽 所以就搞到人浮於是 若非是真正的天才才可以逆著人流而上 說到喜劇的天才 周星馳的喜劇都值得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周星馳真是一個 一百年難得一遇的天才 有其他人嘗試去模仿周星馳 但直至到現在都仍是 炒三四十年前的冷飯 其實跟一些人去模仿李小龍一樣 就算你模仿到自己的輪廓 或是肌肉幾次李小龍也好 甚至乎你模仿到他的出拳和威力也好 但你都沒辦法模仿到李小龍自己的哲學 因為周星馳的喜劇 除了你第一次看會笑的時候 即是我小學雞的時候看就笑 但當你越是大越去看的時候 你會笑的地方你都會笑 但你會反而看到更多整個故事的蜜落 他的心度 而且因為現在有YouTube 有Bilibili這些平台 有更多人去挖掘周星馳 一些大家看得滾瓜爛熟的電影之後 才發現原來還有這麼多細節 甚至乎就是說 周星馳那套喜劇之王 大家看是笑片 原來其實是悲劇 甚至乎就是說 當中的穩天仇 原來在槍戰那一幕已經死了 周星馳的喜劇 老實說跟黃禎那些完全不相比 就算你說十個黃禎也好 我相信他們加起來 都應該贏不到一個周星馳 今集對於電影的評價 就有很多個人意見 可能有觀眾不同意也不定 還有今集我都知道自己 說得比較散散碎碎 不好意思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我們就待會再見 是這樣的 拜拜